有这样一则广为流传的军事笑话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这个笑话其中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1995年在加拿大的纽芬兰海域 天寒地冬海面上飘散着浓雾 一艘美国船在公开无线电频道喊话 请将航向转向北15度以避免碰撞 结果另一边马上回复到 建议您向南转向15度以避免碰撞 美国人哪受过这种气 立刻亮明身份 这里是美国海军立刻改变你的航向 但对面却毫不领情 回复到我再说一次改变你的航向 美军一听就急了 抓起无线电当场回队 这是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美国大乡舰队第二大的军舰 我们与三艘驱逐舰 三艘巡洋舰 以及多艘支援舰同行 我要求你立刻改变航向 向北15度 我再说一次向北15度 否则我们将采取反制措施 以确保本舰队安全 结果对面就说了一句话 整个无线电频道都沉默了 这里是纽分来灯塔 你看着办吧 这则故事的真假 我们暂且不论 但撞船这种事情在海上 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那我们今天就就着这个笑话 来聊聊撞船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知道 地球70%多的地理面积都是水 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洋 平坦而开阔 正因如此日语里 对大海有着海源的称呼 按理来说 在如此开阔的大海上 两艘船想要撞在一起 还是挺难的 但问题是 虽然大海很大 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 两个地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却是固定的 如果再排除掉一些地理上的障碍 例如暗礁 不利的洋流 季风 还有冰山之类的 船的航线就比较固定了 更不要说一些公认的 国际拥堵海域 例如马流甲海峡 苏伊士运河 霍尔木斯海峡等 虽然从卫星照片上看起来 这些船看上去也就 芝麻绿豆大小 但其实这里面 随便一艘船都是万顿大地 在几十甚至几公里宽度的海域里 一个规则来协调这些船 恐怕马流甲一天 要演八次泰坦尼克 具体是什么规则呢 我这里恰好有一本 国际海上碧碰规则公约 让我们看看 国际海事组织是怎么说的 这本规则不厚 而且核心无非就三种情况 我们用平常的交规 就能解释清楚了 这种情况叫对域 也就是两艘船迎头对撞的情况 在这种场景下 碧碰规则 要求双方各自向右转 从对方的左肩通过 这其实就和在路上汇车是一个道理 大家都向右打一把方向盘 不就安全错开了吗 第二种情况叫交叉相遇 这个就要稍微复杂一点的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开车经过一个 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要怎么通行呢 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都对十字路口上谁先转弯 做出了明确的规则 例如 这是日本国土交通城给出的规则 日本是右朵 靠左行驶 因此在十字路口上是让左 也就是如果看到左侧右来车 就让左侧的车先行 至于在欧洲大陆和北美 左舵车居多的地方 交通规则一般是让右 也就是让右边过来的车先走 海上的情况也是这样 根据避碰规则 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时 如果一艘船在本船右侧 那么应该让右舰的这艘船 优先通过 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 就是如果天气不太好 或者是船比较慢 船长要如何判断一艘船 到底是往哪里去的呢 答案是听灯的 就是你开船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对方船的绿色闲灯 就说明你在它的左边 这时候你就得让路 反过来 你要是看到对方的红色闲灯 那就说明你在它的右边 你就有优先权 可以大胆先行 第三种情况 叫追越 这个最没悬念 就跟在高速上超车是一样的 谁想超车 谁就得负责 不论是从左边超 还是从右边超 都得和被超的船保持距离 确保绝对安全 一旦出了事 基本就是追越船权责 好了 上面这三种是最基本的情况 但接下来要说的 才是这份规则里最有意思的部分 那就是海上的路权问题 好吧 船皆生而平等 但有些船比其他船更平等 船和船之间存在一个路权比试链 排在最顶端的是失控的船 比如舵机坏了 或者发动机熄火了的情况 它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了 那肯定是海上绝对的大业 谁陷了都在让 紧随其后的是那些操纵能力 受限制的船舶 比如正在进行书郡作业的工作船 或者正在铺设海底电缆的船 人家在干活没法动弹 你也得让 再往下是正在捕鱼的船 你想想人家后面拖着几公里长的大网呢 你让人家去让你 一个神龙白尾把网缠螺旋桨上 算谁的 所以正在捕鱼的船 也具有较高的通行权 再往下就是翻船了 毕竟翻船是靠风吃饭 机动性很差 一个弄不好 翻船就变潜水了 至于说这个鄙视链的最底层 那自然就是机动船 只要是用发动机开动的船 甭管你是几吨的快艇 还是几万吨的巨型游轮 甚至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核动力航母 以及它身边那一大票护航的驱逐舰 在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里 通通都属于机动船 理论上来说 需要避让上面提到的所有大爷 这点其实也很好理解 装甲车进市区 也得等红灯嘛 对了 其实机动船不完全是 鄙视链的最底层 根据避碰规则第18条的最后一项 水上飞机应该给所有船舶上路 怎么说呢 水上飞机的机动性确实比船好 虽然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把几乎所有情况都考虑到了 白纸黑色写的清清楚楚 但就是和焦规一样 现实中总有意外发生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几个实际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也是近年来最著名 最让人想不通的一次撞船事故 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 美国海军 2017年6月17日凌晨 在日本横须赫港西南方向 大概100公里的海面上 美国海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菲茨·杰拉德号 正在海上航行 作为现在导弹驱逐舰的标杆之作 这艘船装备了宙斯盾作战系统 浑身上下布满了各种雷达和传感器 是美国海军绝对的主力 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战舰 然而就在凌晨1点30分左右 一声巨响 这艘价值18亿美元的先进战舰 和一艘菲律宾级的货轮水晶号 切切实实的撞在了一起 这次碰撞直接在菲茨·杰拉德号的船体上 开了一个3.7米乘5.2米的大口子 导致机械舱 无线电视和两个水手寝室被海水淹没 七个水兵当场不幸死亡 舰长室也被撞毁 舰长也身负重伤 菲茨·杰拉德号的船员进行了数小时的损害控制 才没让这艘船当场沉没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风平浪静的夜晚 一艘顶尖军舰 怎么就被一个民船给干到大破了呢 根据事故报告 在碰撞发生时 水晶号就在菲茨·杰拉德号的右衔 根据我们前面说的避碰规则 菲茨·杰拉德号有义务采取行动 给执行船 也就是水晶号让路 但问题是菲茨·杰拉德号的舰桥团队完全失灵了 调查报告中指出 舰桥值班人员的严重错误 导致他们失去了态势感知能力 说白了 就是当时舰桥上的人已经处于一种蒙圈的状态 他们虽然在雷达上看到了好几艘船 但由于错误的判断和混乱的指挥 最终酿成了惨糊 报告中最关键的一个细节 就是撞击前几分钟 舰桥上的值班军官萨拉·科伯克中尉 注意到了水晶号正在靠近 并下达了右转240日 也就是正确的避让指令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随后撤销了这个命令 并发出了加速到全速 并迅速向左舰转弯的命令 虽然这个指令违反了避碰规则 但如果执行得当 也是能避免这场惨糊的 但问题就在于 他们对周围情况的判断一团降狐 这个命令很快又被取消了 他们甚至没有按照规定 呼吁船长上舰桥指挥 事故发生后 美国海军 美国海岸警卫队 日本海上保安厅 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和保险公司 共同展开了调查 虽然美国海军官员私下表示 菲茨·杰拉德号 享有主权豁免 其他国家官员 不得对船上的水兵进行问询 但8月17日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威廉·莫兰上将宣布 解除菲茨·杰拉德号舰长 和舰上一众军官的职务 十几名水兵也受到了处罚 相当于是承认了 菲茨·杰拉德号 在碰撞中的责任 当然 霍伦水兵号也算不上无辜 调查报告同样指出 水兵号在碰撞前不久 一直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并且在碰撞前 没有发出警报或无线电通信 水兵号的值班人员 也没有尝试避免碰撞 但毫无疑问 依照避碰规则来看 最主要的责任 还在菲茨·杰拉德号上 对了 菲茨·杰拉德号还有两个后续 第一个后续是 2017年8月21日 约翰S·麦凯恩号驱逐舰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沿岸 与邮轮相撞 造成10名美国船员死亡 麦凯恩号算是菲茨·杰拉德号的姐姐 同属于第15驱逐中队 母港也是日本横须鹤 而且此时距离 菲茨·杰拉德号成员 被处罚刚刚过去了4天 8月23日 美国第7舰队司令 海军中将约瑟夫·奥库安 因第7舰队舰船 在8个月内连装4次而被解职 哪4次呢 除了麦凯恩号以外 还有1月31日的安提坦号搁浅 5月9日的夏普伦湖号 与一艘韩国渔船相撞 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了 旧日本海军 在1934年到1935年 连续发生的两起事故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誘惑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 这两起事件 暴露了许多旧日本海军舰艇的设计问题 而菲茨杰拉德的这些事故 是典型的人祸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 其实美国海军的出勤率太高 任务执行得多 出现问题的概率就高 这属于自然现象 不算火力军给美军强行晚尊 其二则是菲茨杰拉德号舰桥上的问题 实打实地暴露出了 美军人员训练的不足 在人员素质短期内 无法提升的情况下 2025年1月 菲茨杰拉德号成为了 美国海军第一艘 配备人工智能的军舰 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 每秒分析超过1万个传感器读数 来监控船舶系统 在潜在的维护问题出现之前 就发现他们 从而使船员能够主动解决问题 并且将精力集中在其他领域 例如抬头看路上 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汪洋捕捞吧 如果说在岸边撞船搁浅 属于航海的一环 不得不品尝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例子 就有点离奇了 2009年2月3日 英国皇家海军的前卫号核潜艇 与法国海军的海旋号核潜艇 在大西洋相撞 这两位可不是普通的船 他们可是战略弹导弹核潜艇 每一艘都装着十几枚洲际导弹 一艘还都满载核弹头 在空机和陆机核力量 略逊英美中的情况下 英法两国就靠这群战略核潜艇 来维护核威慑力量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级别的潜艇 为什么会撞在一起呢 这事还在从战略核潜艇的特性说起 对一艘战略核潜艇来说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它的唯一任务 就是从离开港口的那一刻起消失 潜入几百米深的海底 在大洋中悄无声息地巡航几个月 让任何人都找不到它 这就是所谓的战略值班 为了实现高度的隐身性 战略核潜艇会用尽一切办法 来降低自身的噪音 而且一般不会只用主动声纳 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和其他潜艇 他们通常只使用被动声纳 捕捉其他船只发出的噪音 然后判断对方的位置 但坏就坏在 这两艘潜艇想到一起去了 英国的前卫号和法国的凯旋号 都只开被动声纳摸黑上路 结果就是两个价值几十亿欧元的瞎子 摸着摸着撞一起去了 这起事故在发生之后 被英法两国视为最高机密 一度秘而不宣 直到有媒体爆出来才承认 幸运的是撞击的速度很慢 后果不算太严重 两艘潜艇都带着伤 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更没有引发核泄漏 就火力军来看 这个事确实和英法海军的 专业性关系不大 只能说人只要够倒霉 喝凉水都能塞牙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菲茨·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 被拖回了港 那两艘潜艇也一拳一拐地回了家 故事到这里 似乎就告一段落了 但对于海军来说 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那就是修船 撞船的代价 可预言不只是写几份调查报告 处分几个军官那么简单 每撞一次船 基本上都等于往海里撒钞票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叫损害管制 一个叫舰艇维修 损害管制简称损管 相当于撞击发生后 在海上进行的急救 损管这个事算是渊源流长 大概从有船那年就有了 这也是每艘军舰 每个水兵的必修客 当船体被撞开一个大口子 海水涌进来的时候 损管小组要做的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堵漏灭火排水 你别看现在军舰都现机化了 但损管的工具 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 它的主要材料 不是什么高科技复合材料 而是最原始的木头 损管支撑工具箱里面 有各种尺寸的木质支撑梁和木蝎子 对着漏水的地方 一通猛砸猛塞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口子堵上 保证船的水密完整性 与此同时 其他损管队员 要跟电器火灾做斗争 并启动像P100这样的便携式水泵 疯狂向外排水 防止船只因为进水过多 失去平衡而直接轻负 菲茨吉拉德号 能在水线以下被击穿 正在大量进水的情况下 依然撑着开回港口 说明船员的损管技能 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但急救只能保命 要想痊愈 还得进船厂做手术 这就到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舰艇维修 而这个维修的复杂程度 也分369等 一种是刮蹭 比如船体水线以上的部分 被刮了一下 撞坏了某个天线或者栏杆 这种情况 就像开车不小心蹭了下墙 看着难看点 但不应想开 一般在船厂做例行保养的时候 顺手就给修了 花不了多少钱 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第二种就比较严重了 类似于菲茨吉拉德号 和麦凯恩号这样的 他们的伤都在水线以下 破坏了船体的主结构 这两艘神盾舰 当时在日门根本修不了 只能先在横须厄的干船屋里 进行临时加固 然后被装上一艘半潜船 从日本运回美国本土的造船厂 这一修花了多少钱呢 菲茨吉拉德号的受损维修费用 预计约为3.7美元 麦凯恩号少一些 但是也要大约2.2亿美元 两艘船都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才重新具备作战能力 对一支海军来说 两艘一线战舰 直接从战斗序列里消失两年 实在是有点肝疼 第三种情况就是直接报废了 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船的龙骨断了 船的结构强度无法保证 神仙也救不回来 第二就是维修的成本太高 已经接近 甚至超过造一艘新船了 这种情况就不修了 直接拆掉麦废铁比较划算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前几年着火的 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 那场大火烧了4天 高温把整艘船的上层建筑熏了一遍 刚才的结构强度严重受损 战户的评估报告说 得花超过30亿美元 而造一艘新的美国籍两栖攻击舰 也差不多是这个数 那这还修什么 直接拆零件报废算了 上面说的还只是撞船带来的经济损失 对于海军来说 撞船事故的代价 不仅仅是花钱那么简单 对于其整体专业性和声誉的打击 更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几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好人理查德号 现在有个外号 叫做熟人理查德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关于撞船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聊聊 你还知道哪些离奇的海上事故 我是火力云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替叙手慢无 赶紧去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